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音山环抱 山光水色 土壤肥沃 为地势低洼 早期居民受水灾之苦 在二重书红道其都市计划完成后 才摆脱淹水噩梦 民国九十九年捷运通车 四通八达的交通带动车站周遭观光景点 让芦州整体的都会发展展现全新风貌 芦州也是神匠的故乡 车载那边的故乡 邓丽心的故乡 从过去的农业的社会到现在的共产社会 可以说是古今经济化芦州 芦州是一个非常人文会萃的一个地方 芦州有五大文化特色 一 在地大家族保留百年本土文化 婚丧喜庆皆遵循古礼 二 邓丽君文化融合本省及外省族群 三 多元宗教呈现 包括佛教的永连寺 道教的保和宫及保佑宫 马街的长老教会 北台湾第一座天主堂 芦州天主堂 四 是南部移民的新故乡 五 多元开放的文化融合 芦州宗教是可以融合 在一百多年前 不管它是什么姓 怎么叫 就可以再落足在芦州这个地方 芦州有茄阿米 神将 还有这个所谓的高品文化 还有种种其他的文化 这样融合起来 才变成芦州这样子多元的一个文化的特色 近年芦州的基础建设及公共设施都相当完善 除了国民运动中心 仁爱多功能大楼等 更开全国首创托幼托老共享幸福空间 污水接管率也是新北第一 都让芦州成为领航 进步 移居 快乐的好城市 人口一直在成长 现在已经人口突破二十万 我们也是新北市三大年轻的一个城市 全台湾人口密度第三大的一个都位区 芦州有爱 相亲有情 大家一起快乐向前行 我们听车庭的这个建设 就改善了我们这个传统公务 这个听车的问题 我们的智慧图书馆 也增加了我们一些阅读的空间 包括活动中心 运动中心 增加了我们运动及活动成长的空间 包括我们的主题公厕 主题后车点 巷弄彩绘 包括果变清洁箱 我们都结合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特色 把整个环境美化 改造成非常漂亮 我们的厕工 路平 天气线 我们都把它清除掉 最重要 要让我们的顾民 有这种幸福的感觉 在提升建设之余 区公所也经历推广古迹和文化 像是卢州礼宅 宝和宫等 而起源于1862年的永连寺 一直以来都是卢州三重五谷居民的信仰中心 永连寺经过三次的修建 就是在民国七十年间 在修建的时候在外面 庙堂 你搂一个茶就发现了有五朵灵花 五里灵花 然后那个时候就改名为永远寺 如果我们的卢士 生心来救南海观世音菩萨 都会得到很好的灵感 卢州区公所历年来获奖不断 今年更获得第一届政府服务奖 卢州目前正进行北侧农业区 及环状捷运北环段的规划开发 区公所也透过五大城市品牌的规划 打造高龄友善 友善环境 文化 安全 健康城市的愿景 得到这个奖 对所有的一百六十位员工 是最好的肯定 最高的荣誉 我们得到全国趋向的第一 我们打造五大品牌的城市 包括我们卢州能够成为一个健康品牌的城市 高龄友善 还有文化城市 安全城市 跟环境 友善环境的一个城市 长照2.0 卢州已先行 所以在三年前 我们新北市叫推动老人共餐 允华足俱乐部 关怀据典 乐领 学习中心 我们在去年得到台湾 高龄友善城市的金子奖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可以来我们卢州来跟我们参观 我们卢州是很有人情味的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